看到一个衣冠 打开它之后可以看到一个六大功能 它会配有一个三个滤波片 530 480 640 640的话针对的是一个脱毛 480针对的是去搓窗 530我们针对的是嫩夫色素 红血丝去皱 可以看到它整个界面是 8.5 8.0 7.5代表的是手脉宽子脉宽子脉宽 这个代表的是光在皮肤上的一个停留时间 我们基本上调成8.5 8.0 7.5就可以了 10代表的是光与光之间的一个休息时间 我们通常调成10 好我们看到这个250是手柄的一个热能工作时间 3是一个脉冲个素 我们通常调成3就可以了 1秒的话是光与光之间的一个休息时间 它为1 下面这个水龙头的话代表是水箱的一个工作状态 灯泡的话代表是手柄一个正常工作 电容的话代表是仪器也可以正常工作 我们可以打点准备看一下 它这些都会点亮 闪电的话是我们手柄操作的时候 它发光的一个显示 好看到一个右边的一个界面 RF它是一个热能 我们建议就是调成3的 这是我们的一个市场经验 IPL这是一个光能 我们建议是以10为基础 然后再根据客户的一个承受能力 再往上加能量 这边是一个自冷 雪花代表的是自冷 操作的时候我们要把自冷全部打开 来下面我们来做一个托毛 记得哦的话是要插上它相对应的一个绿波片 我们可以看到绿波片上面 它有一个面是有4个角的 有一面是没有的 好我们现在以4个角为正面 推进去听到咔一声就可以了 我们是先让把客户的一个毛发给刮了 刮的话大概是剩下2毫米的一个毛砖就可以了 这是为了把光引导到毛麻 好然后我们需要在操作部位 涂上大概2毫米厚的一个凝胶 好刚开第一第二发的话 我们是需要做一个空发 去地下 我们整个操作的话是一个盖章定点的一个形式 它是需要站前面的盖章部位 我们在操作里面的一个二分之一 好我们操作的时候一定记得是不能翘膝 一定是需要切合客户的一个屏幕 好一个操作部位的话来回员一遍 我们走穿到试片就可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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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